好 下一題就讓我心中暗爽30秒 待會兒告訴你 問時辰 一樣 深紮子 月上柳梢頭 人曰黃昏後 這什麼月亮 好 一樣 知道時間 知道方位 求月下 月上柳梢頭 柳樹是池邊低矮的樹木 月上柳梢頭 月亮剛升起 月亮剛剛從東方升起 東方 人曰黃昏後 時間 黃昏左右 黃昏的時候 所以你要找個月亮 黃昏時在東邊 我講過了 每個東跟西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畫圖 然後那個人要放在黃昏 然後 月亮放在他的東邊 請問你 那啥月亮 那什麼月亮呢 畫圖 畫圖 然後呢 那個人要放在黃昏 然後他的地球由西向東轉 然後就把月亮畫在他的東邊 那請問你 那是啥月亮呢 帥哥 美女 請問那是什麼月亮 29 29 29喔 什麼月亮 上弦月 請坐 你說那個叫做上弦月 答案叫做 來 老師說第一步畫地球畫太陽 老師說第二步讓地球會轉 月亮要在東邊 但是每個人東跟西都不一樣 要知道人在哪一邊 人要在黃昏 上下左右 哪一個人是黃昏 下 很好 白天就要黃昏 地球由西向東轉 月亮要放在東邊 啥月亮 卡中間叫做碩 放旁邊叫做 畫畫 畫月 滿月 所以就是滿月 月上有燒頭 人約黃昏後滿月 為什麼心中暗爽三十秒 因為建宗老師怪怪的 那一年段考出了一百題 出一百題 考完之後還講風涼話 看法 人的潛力是無窮的 你還認真把他寫完了 考慮時間沒有增加 一百題 第二年心腸好一點 考了四十七十六 全部多重選 答案不只一個 第三年又再考慮一次一百題 建宗老師你這時候有點 多重慨慨的 第一年開一百題就有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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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上有燒頭 人約黃昏後 什麼題目 我的學生應該會 因為我上課 考過了 考過了 OK 來 請問你 從剛才到現在 我解決方法換過沒有 沒有 所以我說過 如果你聽會我教的 一招辦事闖江湖 所有題目 一種方法全部解決 那你學不會呢 十倍 背什麼 我幫別的老師代課的時候 他的講義就這樣寫的 他講義就這樣寫的 他講義就這樣寫的 一個一個一個寫 朔月 望月 上寫月 下寫月 何時升級 何時落下 何時頭頂附近 三、四、十二者 加兩個 上寫月 西明東岸 下寫月 東明西岸 好了 背牆 就這樣 就背這個 何時升、何時落 何時頭頂附近 上寫、下寫、塑跟旺 不過平常考試不會考塑 為什麼不考塑 因為塑根本看不見 考驗看不見要幹嘛 所以 背起來 如果你用死背的 也可以解決絕大多數的題目 有些題目要稍微懂一點思考 比如說越上流騷頭 你要想一下 比如說公書城外寒山寺 你要透徹理解一下 才能夠靠背的把它解決出來 有些用背的 沒辦法解決 因為沒背過 當我有一題 那我認識的題目 它的月亮斜斜地掛在天上 不是頭頂 不是東西方地名線 不是升級 不是頭頂 不是落下 還有一個是鵝門月 也不在你背的範圍之內 那個沒辦法用BUT背的解決 但是其他的 大多數的題目 你靠死背也可以解決 好 再說一次 你最好學會我教的 畫地球 畫太陽 讓地球匯轉 按題目要求 下去做 如果你學會 一招辦事闖江湖 所有題目都一樣 學不會 你就跟我死背 何時深 何時落 何頭頂附近 碩月 望月 上前月 下前月 外背兩個 上前月西明東暗 下前月東靡西暗 背完也可以 OK